大家好,又是焦點直播 翁寶祥法科解碼的時間 我們在螢光幕看到翁寶祥師傅 你好,各位 今天好像有了不同的場景和衣著 正如我們上集說過 我們轉一下環境 對,我們跳出這個框框 你又想問我什麼呢? 師傅,我們看到整個環境 這裡只有半部分 就是師傅的道壇 你看到上面 我們好像記得我上集說過 有道教的兩派 一派就是張道玲 我們是祖天師,張天師 他在龍虎山創下的五斗教 就是正一派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正一派 這裡我們掛著的是正一 我們這裡是首元導彈 這派就是張天師的正一派 OK 師傅,我看到這裡 我不知道會不會 我畢竟五光十色 我覺得用來這樣形容是對的 對的 應該五光十色也會對的 因為你會看到 我們不是看到燈是在動的嗎? 是 我們每個人都會 為什麼你要去廟宇點燈? 為什麼? 好,我回答你 你去到廟宇上元香 然後廟宇說你點燈 你就會拿幾千元出來 你點燈 為什麼會點燈呢? 因為廟宇叫 當然是祈福 OK 希望家人有平安 財源廣盡 是 我們也是一樣 只不過我們導彈 是為了一些善信 為什麼會做到 你會看到 我們這裡全部都是白鎮燈 是 但是白鎮燈 你會看到我們佈了一個局 是 我們會分到東南西伯 那個局的意思 就是擺的位置是有 是 沒錯 那我們就跟著 局去擺一個卦 嗯 中間我們有一個斗墓 是 斗墓呢 就是九星 它管九星 嗯 它管了所有的 每一個人的 我們每一個人的八字 我們就根據天壇 六格 是 定了你是第幾星 是 然後我們根據 三年九魂 你自己本命的卦 那盞燈 那盞燈 例如我們見到這裡 為什麼有一盞鎮燈在這裡呢 見到一個鎮的 見到 鎮的就是 你的三年九魂那時候 你是排第三個卦 嗯 第三個是鎮的鎮 那這個鎮鎮 我們現在這裡 我們會看到 這邊是東 這邊是西 這邊是北 這邊是南 我們怎樣去分呢 我們會看到一個斗墓 嗯 斗墓 無論你去到廟宇 任何大小廟宇 它坐的那個位 永遠都是 坐北向南的 嗯 所以就根據從這裡 坐北向南 好了 那這個 我們看到這盞燈 是正式的 本來是東 是鎮掛 為什麼要在這裡呢 在南的擺 我們是根據三年九魂 這個就是貪狼聲 哦 所以將它最好的位 換來這裡 所以就說五光十色 嗯 所以它會轉 你會看到有十二支燈 那就是代表十二個月 和四季了 好了 那你又會看到 這裡 講了那麼多 是不是見到一個 一組的位 嗯 看到 這個位應該又有飲水又有化薩 因為這個位 西嘛 這裡就是西南的 那我們今年呢 2019年的幾害年呢 西南位就是我們的五黃位了 那所以呢 我們這裡幫一些善信 去點燈的時候呢 是跟他們化在西南的薩位 五黃薩位了 OK 師傅我想請假了 我看到呢 例如這裡 其實裡面插住了一些東西 哦 是啊 又有剪刀 又有尺 是不是 是啊 我們中國人呢 是耳龍立角的 這些呢 是代表我們必需品來的 是 維生的必需品來的 是 所以這個是豆 豆裡面呢 你看我們有珍米在這裡 我們有米在這裡 OK 我們賺錢的嘛 那所以呢 一尺 嗯 有剪刀 有鏡 那我們還有些 圓圍在這裡 是 OK 好 接下來我們就快要做的 是 我們一年大概會做四次 接下來就是 這個月 七月二十三日 是 七月二十三日 我們會第二轉 好了 我們做完之後呢 記不記得我們每一年的第一天 是哪一天 每一年的第一天 精月初一 這個是記載的 哦 那每一年呢 就是說 我們冬至後 就是轉的了 所以呢 南園歸線 南園歸線 我們轉的時候呢 那那一天呢 就是說 所以是東大佛年 是 那時候呢 我們這些燈屋 就會將會全部 整個位的了 哦 那到明年 再計 明年 例如 明年我們會是 今年八八 明年七隻 東公 七八 一二三四五 五黃去到東 是 五黃去那個位的了 明年呢 這團東西呢 就會搬到那邊的了 這個位呢 我們要做化薩的了 東 東就不可以再有東西了 明年 就會執在 所以我們會在12月下旬 是 我們就去旦那天了 那這個全部都在公國局了 OK 好 那講完這一部分了 師傅 最正正中間的位置 是 那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呢 無論在正一派 或者全真派 都是有我們這裏三位的 這裏三位就是三清 中間那個呢 就是玉清 是 左邊這個 是上清 寧寶天尊 右邊那個 下清 道德天尊 那所以呢 是三清 三清對下來呢 就叫做四禦 什麼叫四禦呢 就是說 玉皇大帝 天皇 後土 紫薇 那就是三清四禦 哦 紫薇 紫薇 是啊 是的 OK 關不關紫薇斗數字呢 不是 紫薇大帝 哦 OK 是男人來的 還有 四禦裡面我們會 剛才我講的 玉皇大帝 紫薇大帝 是 天皇 後土 嗯 記得後土是個女士來的 是 不是男的 後土是女士來的 那三人四女 三人一個女 是的 那總共是四禦 三清四禦 對下來呢 就是四禦 OK 師傅 那這樣呢 正如你所說 其實可能去到很多時候 有些廟宇呢 都會見到 螢光幕中間 即是會有一些 旗啊 那些在這裏 那裏呢 我們這裏呢 是五方旗 是 東南西北 這支 綠色的就是東園 紅色的就是南方 嗯 這個白色的是西方 這個就是中央土 你們看到黑色的是鹽霧水 所以是前面豬著 後面鹽霧 左和青紅 右邊白色 中間層蛇 在這裏 因為這些呢 用來什麼用呢 用來焦醬用 有些法事呢 他會叫焦醬 嗯 焦就是天兵天醬 這樣就焦醬用 OK 咦 天兵天醬 師傅 我見到桌面 有一些文字在這裏 噢 這些是三星 我們見到三星 他們的補告 是 如果你只是拜他三星 那你請誰呢 這個補告至深歸明 是告訴你 我直接這個補告是給他的 哦 就是都是儀式 那同一樣 他每一個 僧人呢 都有一個位字 什麼位字 就是他的名字 嗯 那你會見到那些道長呢 他見到他做法事的時候呢 頭動一下動一下 他就在寫著他的位字 還有這個補告 哦 是的 寫著他的位字 是的 例如祖先師 你會見到那個道長呢 拿著一個麻板呢 寫字 那個人呢 是 他會寫個語字頭節 是 寫個道靈兩個字 那這個字呢 就是張天師 哦 OK 理解 那師傅 又到這一面了 是 那畫呢 我們就下一集再說 我們見到有很多畫在這裡 因為師傅都 都說了 他就 我道壇那些畫呢 特別一定要說的 但是我們下一集再說 那這方 這邊的 這邊有些什麼玄機呢 師傅 沒有的 只不過呢 例如這個呢 那我們的道壇呢 公佈了很多 有幾位是真人的 嗯 那你見到我眼前見的 這個就是北極真武 所以你派北極 北極廟 北極就是他 北極真武 那他呢 就是在武當的 北極真武 全部都是武當派的 全部都是派他的 那你會見到 那他那個 標誌呢 是蛇同龜 蛇同龜 對 蛇同龜 那他呢 禁忌蛇龜都是不准食人 蛇同龜 那他就叫做元千上帝 是 你不極真武大帝 OK 那這邊呢 這邊呢 這邊呢 是公仔來的 葡萄秀 對 放在那裡 因為道壇太小了 求人可以去買 但你會見到後面的畫呢 阿彤真是解釋 是 沒錯 OK 那師傅我更有興趣的就是 就是他 這位 他的神像是比較嚴肅些 這個就是張天師 OK 這個就是張天師 你只不過呢 你看到我們以前呢 就是這麼大狀 是 那這個呢 我就在師傅請回來 是 所以呢 我們正在公佈這個 是 嗯 那你也看到呢 我們這邊呢 也有一個狗門 是 所以我們換了 我們在那裡 就換了一件衣服 所以又有幸福 OK 好了 那今集的時間呢 就差不多了 那下一集呢 真的 我們就要講一講 很多的 在師傅道壇的畫 究竟是 什麼來歷呢 好的 多謝師傅 下次見 OK 拜拜 好大家好 又是焦點直播 翁寶祥法科解碼的時間 那就 繼續在螢光幕 看到我們的主角 翁寶祥師傅在這裡 是 又跟大家見面了 OK 這樣呢 仍然呢 處身在我們阿翁師傅的道壇那裡 那麼呢 上一集呢 我們拍完之後呢 其實呢 師傅告訴我 他說 喂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都不說的 是啊 那麼其實呢 就是 師傅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令牌這件事 那我們會見到呢 在案前這裏呢 看到一個呢 就是令牌 嗯 那麼這個令牌呢 是高公法師 每一次 做任何的法會 都需要用這個令牌的 嗯 那麼這個令牌呢 是為什麼會需要呢 你會見到 喏 前面呢 喏 喏 是不是有個語字呀 是 一個言字呀 好了 那麼這個金字 這個黃字呀 這個呢 一個車字 一個三點水 一個根字 喏 原來這裏已經包了什麼呢 是剛才我告訴你 那四個了 嗯 就是玉皇大帝 哦 宇佔宇 就是他的紫微大帝 嗯 這個令牌呢 用來呢 用來 招將玉能 你看看後面呢 正是玉皇大帝 是 那麼前面呢 這個呢 就有了 天王號令 嗯 加上其他那些 如果後面這個呢 就正是 玉皇大帝 所以呢 是 賢獅玉 這裏 那裏 用來叫玉皇大帝 好了 給那個高公法師 拿來呢 招將容 那招將呢 還有一樣 旁邊有些字呀 是呀 哦 你真是眼淚了 你會見到呢 這裏呢 我們有二十八個字 嗯 由這裏讀起 角曠是房 心美肌 斗牛裡虛 危失迫 灰裡懷 岸 不咀心 井鬼柳聲 張逸 柳聲 張逸真 這裏呢 二十八個字 二十八個字 代表二十八壽 嗯 那這二十八壽呢 哇 你真是厲害哦 原來這十八壽呢 那個高公法師 當他知道 看完通信 幫人做法事那天 嗯 他的手勢呢 當然他不告訴他 嗯 但是呢 那個高公法師 他按住 當日那個字 哦 即是說 他要通知 當日的 植日公床 哦 例如我們今年 嗯 二零一九 幾二年 嗯 我們的植年太歲 嗯 就是謝太 嗯 而這一個呢 是當日的植日公床 嗯 所以呢 法師呢 他按住那個 就是告訴你 我今天要這個 植日公床 替我做事 嗯 所以呢 這裡有二十八壽 他說 我要當日的植日公床 替我數公民 嗯 好了 他說 你如果說到這個 不可以不說這個 哦 哦 那這個呢 是他管轄了 是 那這個呢 黃靈官 是 那黃靈官呢 就是祖師的植日護身 哦 是他護法 那他呢 是接了所有當日的公民 是 當日公民 安排這群馬仔 是 送去 你那天做了法事 三天之內 是 要送到去 某人 需要做法事 那個主人 主教那裏 OK 如果假定 七十二個小時 是 即是說 我們的三天 如果不送到那裏 現場的法師 有權 將這個植日公床 斬首 哦 斬頭 就是斬首 是 所以呢 這些 那些二十八嫂呢 是 當日呢 是聽他們 聽這個高公的法事 嗯 那這個令牌呢 就說呢 用來招聚用 好了 那高公呢 就會站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拍下去 嗯 例如我舉了一個例子 如果我現在 是 士誕招邊那裏 那裏 他就拍 根據楊明神 將火速奔 那他就會招下去 嗯 零年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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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身術電影 那樣 通常呢 我們在尖師父學的 都是國語來的 是 那裏就變成了 是 是 自然之間是 朱英婆說的 三個請示 七朝 可此時 已經運用了 已經功夫理政 都市分事 你們已經快點 膽膽奔身 殺你口罩 那就是招聚用的 嗯 所以大部分呢 我們學的呢 在天師父呢 用國語 OK 反而轉換到粵語呢 就會脫下一點 噢 那些詞呢 是 適合了用國語 噢 是 好了 那製用完之後呢 剛才你看到呢 那裏呢 嗯 為什麼他做了一樣 要站在這個位置超上 嗯 因為站在這個位呢 那個就是拳位 是 剛才我解釋了 這裏就是座北向南 嗯 那這個位就是西北 是 那這個呢 就是皇帝拳掛了 嗯 那現在我的背脊 就是東南 嗯 所以呢 向西北裏面招 那這些呢 如果你不上去上堂 你不上去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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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懂呢 嗯 沒有得上堂 所以這裏就在這裏了 嗯 嗯 那師傅 那師傅 我呢 都聽過的 是 那有一件事呢 就好像旗的 那叫翻的 是 哦 那是不是就是這件事呢 嗯 你眼前見到是旗 是 那旗呢 是有五種顏色 嗯 是代表東南西北中 是 是 你會見到綠色 嗯 嗯 色青是東方 是 紅色是代表南方 是 白色的是西方 黃色的是中央土 黑色的代表水 那就是說 前珠穿後圓墓 那邊青龍 右邊白虎 嗯 那就是東南西北中 那還可以用來招象 因為呢 剛才你們也看到招象 嗯 那他就說了 那一旗呢 他出去要招了 是 是 那就是招天兵天將 是 是 那這些是平 翻的就是這些是翻的 是 這些是 張天師 蓄靈 江 這些呢 邪魔妄味 這些呢 這些呢 就叫翻 那這些是張天師的翻 嗯 那每組一樣東西都有翻 例如你會見到這個呢 剛才我不是說 所有的東西 由黃靈官出的嘛 嗯 嗯 這個呢 公文呢 即得上奏的靈官 那他就是黃靈官 這個就是黃靈官 這個就是黃靈官 就是翻 是 嗯 OK 那這樣就 講我最想講的東西 師傅 就是畫了 畫 是 沒錯 因為我覺得 真的很豐富 這裡 你看到 很多很多畫 師傅 有講過 是一位是不是廖師傅 他的手筆 嗯 我首先要講一講 嗯 是 是 好像 很多集 都沒有介紹 是 那我呢 家師 我就出自 整一排 是 天師 龍虎山 是 江西龍虎山 智漢天師傅 那家師 俗家聖名 聖真 上廣 夏亮 發豪 大虛子 那他就是家師 那家師呢 那家師呢 就是說 他拜我入到門的 那應該是家師 那除了家師呢 我還有兩位師傅 那一位呢 是全真 那是全新師傅 嗯 那他是 俗家聖名 聖廖 叫廖東 嗯 上廖 夏東 那他呢 也是大字背 那他也是廖大東 因為他也是全真那邊 所以他另一個呢 叫做廖中東 嗯 那你會見到現在 手上的畫呢 那出自 他老人家 畫的 親手畫的 畫 畫完之後呢 就是湯金 你會見到 這個是財神 是 那這個是 五路財神 是 照公明 那全部呢 他畫的 是 那你會見到 這個就是 啊 這個 是 叫做陰 陰精神 陰原神 對 那他根本就是斗毛 來的 因為斗毛呢 後面呢 是青面妙華的 陰原碎 對 陰原碎 是青面妙華的 那見到前面那三個呢 都很漂亮 但是後面那一個呢 不讓你看 那個就是陰原碎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 那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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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風雷雨墊 嗯 風雷雨墊 其中一個 那你會見到 是不是很多 雨水呢 嗯 那就是雨水 那那邊是雷 風雷雨墊 那我做了 那這就是 四大護法的神 是 那邊呢 那邊呢 就是 九天元女 哦 那這呢 就是三毛真君 啊 那這邊 那個是 這邊 是 那她是 那她是 那是 那她是 對 那是 那是 廉中東 他的族名是廖耀東 很珍貴 他在香港也有的 他跟道聯開畫展 他接下來要開畫展 這本是道聯聯合開畫展的書 叫做《神仙話產》 香港道教聯合會 方偉奇 道教主席 梁德華 這本是廖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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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是他畫的 香港接下來會開畫展 講一句笑話 只是笑話 希望傳出去也不要同行同業怪 你會看到每一幅畫 九星 當你做法事 你連那個神 那個神態 他的樣子都不知道 那你去跟誰說呢 是不是 例如我去跟三清說話 我也要看到三清的少像 神相 所以 還有一個 一個有道的道長 畫的畫 他將他的事 經過他的腦 經過他的手 去傳實 好的,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其实已经过了时间了 多谢翁宝祥师傅 下一集也是讲讲师傅另一部分的道坛 好的,慈悲慈悲 多谢,多谢 是焦点直播,翁宝祥发科解码的时间 在营光幕,我们看到翁宝祥师傅 今天又在见面? 是的,每次我都说 我和师傅做节目录影 我都觉得很开心 首先,第一,先拆鞋 师傅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第二,我觉得师傅的演绎方式 都是很活跃的 不要太习惯了 是的,我觉得将一些 我们这么有传统的东西 但是他用一些 比较生动的说话 说出来,我觉得 是值得要看的 这个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之前说过师傅的道坛 其实也只是说过上半部分 但是已经说了两三集 是 今集我们来到道坛的另一边 是 OK 我们看到,哇 是 是 是 很大磚 是 是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 亦都是狗帽 是 那这个狗帽 那我们通常 就是每一年的初九个日 那我们就会跟那些 因为初九个日 那我们就会跟那些 嗯 那我们就会在那天呢 在初九个日 一起跟他们做 那我们就会写一下 那我们就会写一下 那我们就会看到呢 很多的福章 那福章是他们自己个人 那些善信的福章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请当年 直言的泰讯 嗯 直言的泰讯 那我们就会跟那些庭福了 那我们也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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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也放在那里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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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每一个月 那我们每一个月 还有 如果在我这儿做呢 那真的很划 嗯 不可以竞争 所以不可以买广告 那起码就告诉他 那我这儿做一个斗 又年初九第一次跟你做 是 是 每一个月 是 是 你做一个 斗武十之乡 年底 再和你一个还 总共做十四次 哦 那如果价钱呢 你可以自己去查了 嗯 因为如果我在这儿说呢 好像买广告 是 是 其实就不是 只不过是 师傅说回他的 他的做法出来 其实 我们每一个都 从你做一次 斗武十之乡 OK 那斗武呢 我走过来这边 这边呢 这边呢 有两种叫的 那我们刚才我们说 就是我们里面是正一派 嗯 那正一派呢 那他呢 叫做什么呢 是福六公 嗯 嗯 福 福 福受康明的福 嗯 是用福六公 正一元大 嗯 嗯 赵真坤 是的 那本 突然间就是财了 是的 那如果你求财 那就在这里了 嗯 那你不可以 那你不可以 和斗武求财 嗯 斗武是什么 本生死的 嗯 每一尊神 每一个真人 他有自己的职责 嗯 那他 又不可以求财 那你和他呢 又不可以求仇 嗯 那你和他求财 嗯 嗯 但是呢 你赚了些财 都要职善 嗯 你赚善之家 哪有联征 那你赚回来的 你都要写出去 都可以 你不写什么也有 嗯 那种特别是中人之财 那这个就是 那就是 那你会记得这个呢 就是 啊 就是呢 我以前 我好像早几集 和你讲过的 嗯 那我未进去之前呢 是 我是毛家弟子 是 那我毛家弟子 你看到这个呢 就是我的 先父先母 是 那先父呢 是 樊山师傅 哦 咦 先母呢 是钢琴师 哇 就是很有渊源啊 师傅 钢琴和毛家 好像不合得来 是吗 他同床了五十年了 是 就是结婚 但是他真的没有同床 是 是 哦 所以呢 先母呢 是忠义 先父 是 那他呢 那先母呢 是 哦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就会出现了 吴孝家 和 钢琴师 就埋了一堆 生育和 咦 喂 師傅下次可以唯一集 就是说一说 呃 呃 呃 零专 零售堂 是啊 好像早几集前说过 怎样解降 那些东西 不是啦 就这样告诉你 咦 所以你要知道 那我们小朋友也听过 啊 师母说 你要知道什么是怎样降 啊 嗯 你怎样知道啊 你不知道是怎样解降 OK 那东南马大呢 就是港琴师的梦师世界 OK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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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到这个呢 就是天师夫第六十三代法官 曾习勤道长 是 那就是他跟张恩普 天师的 是 那现在就 国内没有天师这个词了 是 国内改为主持 对了 现在就是将金屠做主持 对了 天师傅 师傅 为什么这么特别 要摆他在这里呢 呃 你记不记得 神呢 呃 呃 这里就转到封信那科了 OK 所以 神坛呢 嗯 上面 跟下面 是 是 所以你见到神位 地主 就分了 嗯 上面呢 放神位下面是地主 嗯 那这个呢 就是茅山坛来的 是 上茅山啦 下面是地主 嗯 所以中间那一段 就用来摆先人 是 摆先人 那为什么又会我有曾习勤道长 嗯 那屋上那里呢 我家师就是曾港娘 而他呢 就是曾港 是我家师的曾阿爷 哇 哇 亲生爷爷 所以 我是供奉了 啊 啊 我家师的爷爷 是 在这里 哇 如果不是你怎么会有这张相呢 OK 是没有可能有这件相 是啊 这件相是江西隆古山第六十三代的法官 曾习勤奉 因为他又有家师的爷爷 OK 嗯 嗯 走到来 好像上几集讲过 嗯 你好像问过我 啊 做生机 做生机 这些就是本命楼 是 那本命楼呢 是个别做的 是的 那里面有扶章 嗯 嗯 而来做那个也有扶章 嗯 那我们每一日呢 就上香啊 墳香啊 那我就给一次三个 如全咯 是 是 那你会见到 就算 这里我告诉你 嗯 有大冠贵的 嗯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呢 你不知道 因为他读了 number 是 见到 在我电脑上记在 是所有谁来做 都没有人知道 是谁在这里做 是 OK 啊 来到这边呢 你会见到 是会黑一点的 是 那为什么会黑一点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用 因为他做阴人的 哦 这里呢 是会找一个导臣的 那边 交为阴暗的地方 哦 那这个呢 就叫做太月救虎先村 是 太月救虎先村 是 是 啊 东極的 世界 啊 嗯 那你会见到呢 这里呢 他那个 啊 啊 啊 青华巡洋界 嗯 嗯 那这个是他的宝告 是 那这个是他的宝告 是 那你会见到他提着那只 九个头的狮子 嗯 嗯 所以呢 用来这些提纸呢 法润的人呢 叫他说的 九头思上座 天尊师法庭 超渡九一魂 是 那就是 太月救虎天尊 是 那就是 那当然了 又要写位置了 嗯 那要写位置 啊 那哪个也可以的 是 那 那些太月 太月他有个名字 明 啊 就是我叫你这样 嗯 嗯 有个名字 是 那他就有个名字 那你会见到啦 那现在太月 太月呢 是五方同子 东南西北宗 当你做法事的时候呢 他有插旗的 嗯 插了东南西北宗 是啊 那呢 插完旗 代表了他是哪个方位 东南西北宗 然后跟那个侍主做完法事 那由 招将 嗯 和五方同子 嗯 下月真人 带他去 东华 嗯 极乐世界 东方极乐世界 所以 我们不是西方极乐世界 是 但是我们道教里面 是东方极乐世界 是东方 我说了 因为这边是做恩的 是 所以你见到地藏黄培山 嗯 所以他们可以供奉一起买 哦 可以供奉 如果不是呢 你阳法事 嗯 你阴法事 怎会一起买呢 嗯 所以呢 阳幻阳 阴幻阴 所以呢 嗯 地藏黄培 可以供奉 一层 OK 那 你看到这个里面是天牢 是 这个天牢呢 就是四羽 是 整个都拜仓天 仓天 是 那仓天是谁呢 仓天就是欲皇大帝 是 所以 所以我们要拜的时候呢 这个天牢 就要拜仪师玉了 是 就是写个位子 还有写个金王 写个月肉 写个羽字 写个羽字 用羽 就是这四个了 那就是皇大帝 天王 紫薇 后头 就是四个了 復復 復復 师傅 我想再请教多一点点 OK 喏 我见到 财神殿这儿 是的 那旁边也有一些 有一些是符咒的摆柜 不是 他们拿了财录 是 年初五 财神带呢 是 他来这个请楼 那有些呢 有半条呢 我们现场呢 就放上去 是 另外有半条呢 是给那个 靓财神那里 回家的背带 那 有些呢 是会放在那里供奉 直接 哦 不离开了 直接在那里受财神的气 OK 又知道多了一点点 那 今集的时间呢 又差不多了 多谢 翁宝祥师傅 看看 下一集呢 究竟跟我们 说些什么呢 要计计先 好的 好 谢谢 多谢师傅 那我觉得 几倍 几倍几倍 几 Attack